政府本年1月宣布把掌者求合資格殘疾人士的公共交通票優惠計劃 俗稱2元優惠計劃 進一步擴展自涵蓋紅色小巴、客稱紅巴 但居民巴士俗稱村巴仍未能獲接納計劃之內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村巴是馬灣居民的主要六路交通工具 政府會否把馬灣往返馬灣的村巴納入2元優惠計劃之內 議員優惠計劃是一個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所以必須是公共交通才可以參與計劃 馬灣的巴士他們是不需要村民的證 所有人去乘這輛車都可以乘得到 那為何它不是一個公交呢 它主要是一個公共交通工具 以及它符合所有現時議員優惠計劃裡頭的所有監管條件 它符合就可以向運輸署作息申請 申請和你落實這兩元計劃 其實本身都是不同組去做的 那為何一定要你落實完才可以做下一步呢 為何現在他們不可以去申請 然後早點去同一時間受惠又可能要等多半年呢 陳恒斌議員剛剛都指出了一點 我都分裂了錢就是你勞福局給的 但是去審批呢 如果我沒有搞錯呢 應該是運輸署去審批的 那我想問了 如果我去請求運輸署幫忙 這些公共巴士 即是非住客專用的巴士 他們想申請 陳恒斌議員說得很對 是不同組別的官員處理的 那如果他們能夠處理到 你是可以同一時間批給錢 就是你不需要等到 喂我這些紅巴街島搞定了 我才知道去做的 但是如果大家同一時間 而是他那邊能夠處理 你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簡單來說 我們能夠處理到 我們會盡力去處理